大家对许欣的这个期望值还是非常 是逐渐的开始打这个二单了 二号单拿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都属于在这个年轻的就是年龄段当中的新生代 比较说是非常的惊人了 对也是靠他自己的这个实力拼捕 以前呢中国队呢整体是要移至对外的 很多时候呢还要跟 也是这个整场比赛的一个一个焦点 第一呢就是这个第一队带来很大的这个这个士气 你看 好球 从第一个球开始 我们认为一局不能四平八稳要积极打速度打变化 所以许欣呢许欣以往给人的感觉 零这些地方突出的还是有空间 这个潜能让他自己把这个技术水平发挥到极致 作为这个横卧球板呢 对许欣来讲应该说两个人的反手位正手得分 在形成对拉这个层面应该说周宇不是很占上风 能够压住许欣的反手 胸辩直线之后再调右压左 对周宇的这场比赛 一方面要控制控制周宇两面 这个这个想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就看两个人在这种博弈当中 我觉得之后就是上来这种冲劲之后 人要稍微定一定不可能说一个状态 所以这里面的就是说胸稳的控制 算是比较多了 好球 弧度我包括老是在中台远台在跑再拉 漂亮 抽起一个底线长球 超前的 他在整个的这个战 这个周宇呢 现在作为一个横卧球板运动员 在对纸板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这个打的还不是很心定 你如果说心定的话 反而这种偷长的球啊 应该是周宇发出来才对 但是现在呢这个应该说 到了这种冠亚军的决赛 全国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第二决 我觉得很凶 很凶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给这个周宇带来的 力气就比较大 就是说 曲新呢 时刻的 都是在强点 都是给对手的一种高压 敢于搏杀 对 球周宇应该说 这两个球卷上还可以再放大一下 毕竟对方还没有图球阶段 周宇需要胸便正手 你无论是拧 你看这种球就是说 给许新给的测身位给的太多了 全是在反手位 正手位调动的根本就不够 许新的正手 你在前两板就应该调过去 但是前两板调动许新的正手 大脚的这个是需要胆量的 主动 所以在进入相持的时候 它是被动进入相持的 漂亮 这是一个好远台 你如果说在进台 给许新反手位的话 这不是一个好球 是一个挑战 通过你的头脑组合技战术 把它很巧妙地用出来 给局势的一个前瞻性 之后达到自己的偷袭 应该说突破口还没有找到 还在试探 还在找突破口 之后自己进攻又被对方控制住 所以自己的特长打不出来 好球还可以升降的 但是可能他接触乒乓球的年龄 比一般人都要早 一般后来去了八一队 2011年代表八一荣胜重工 参加拼超联赛 确实周宇的这个成长 他是在那个河南浦阳 平队很短的时间 就进到了这个国家队 所以在这个应该说 在浦阳平校 他的这个锻炼成长 退出来 打出自己的横拍的 两面弧圈的这个威力 9比7 算整体的这个战术 那么有的人呢 可能经历好的 他看个四局五局 有的人算两局就算不住了 那个脑袋就空白了 9比5 9比4的时候已经是 算球算的不够 还有就是手太松 出手 中性球很重要 男运动员凶的 吸也可以 拉住 扑正手 徐欣在 要求半出台不出台 犹豫一下 10比10 这个许欣就是要 继续谨慎的往前推进 这样许欣通过控制 摆短之后 优势 他的控制 小球 他的前几板的这种 几次跟许欣打 都觉得很困难 我觉得樊振东呢 两个右手两面反交 那他的这个特点 可能能够展现的 但是对上海队 两周宇 像每一个运动员 他其实都要在 每一个打法上面 有一个突破 这个不同的战术 在针对这个每一个人 要有自己的这个微调 机会球 放高球 这个球周宇必须要 不是很大 对 他用一个很巧妙的一个 许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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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欣这个高球放得有点 应该说从第一局来讲 他全部拧 搓长 全给许欣的反手位 这个位置是许欣 就是每天都练的 过上面 我觉得这个周宇呢 在这个 这场比赛当中 应该说他的办法 不是很多 并尝试 就这样 就是第一局输了 第二局没变化 第二局输了 第三局 他依然找不到 周宇现在有点蒙住了 说实话 这个整个人 在场上的这个发挥 和表现 钱你怎么想 就是我跟许欣打 我必须要牵着到 不能让他正手 拳台把我拉穿了 要凶制 但是前两局都没有 牵出来 这是这场球 失败所在 2比0领先的情况下 双方的心理上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许欣 现在周宇呢 是不是可以放手一搏 都已经0.2了 对 终制白短 全在许欣中间偏右的 这个位置 许欣虽然是在用 太敢给反手 你看这个球 就是许欣完全算住了 算准之后 他这个球 没有任何犹豫 所以现在呢 周宇就是反手发力 直线这种球 玩我觉得 第一局就该突 你就这个就是一个战机 你在开局第一局 第一局 你没有把战术 对赛事的一个综合判断 能够核心点 你想周宇他就说 错了再变 变晚 输 就这三个结果 他需要站在一个高度 需要这个高瞻远竹 就是把这个比赛分析的很透 把对手分析透 试着打试着打 可能就会落后一对手 这样洗礼巴 许欣在这场决赛当中 拿到了第一盘的胜 代表自己的娘家 是吧 代表自己的母队 能够做到最好 但今天许欣有了一个 良好的开始 那么我们稍后将会为您带来 全国平方球紧张赛 男主团体决赛的第二盘的单打 是由小将樊振东对尚昆 稍后见